今年到日本玩有希望了 日本逐步解封防疫限制 传出可能在下个月 重新开放外国游客观光 政府将在两周内 就解除旅游签证禁令 做出最终决定 由日媒指出 最快5月先试推小型旅行团入境 将以完整接种3剂疫苗的旅客游协 俄罗斯总统普丁 周四与以色列总理班奈特通话 以色列方面称 俄国领导员罕见地 就俄国外长拉夫罗夫 被指的反游言论道歉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5月4日刊出 对白宫首席医疗顾问 胡锡博士的访台 他表示 面对COVID-19大流行 中共的清零政策是一场灾难 他表示 因为封锁并等待病毒消失 是不可行的 英国5日举行地方选举 最初开票结果显示 主向强盛的保守党遭到挫败 诸调伦敦多区传统据典 强盛在选前强调 会对大选结果不选择 这次选举由于执政党其中考 恐怕终极首相大位 另外 给爱尔兰议会选举结果也备受关注 新奔党预料会成为最大党 先动爱尔兰统一公投和边境贸易问题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